他号称海上狼王 是纳粹德国狼群战术的发明者 他一度所向披靡 让数百万吨盟军上船涌沉海底 他在第三帝国大厦江青之际临危受命 但最终未能挽回败局 出众的军事才华 难以掩盖他所犯下的战争随形 等待他的将是正义的审判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万字旗下的罪魁之邓迷词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万字旗下的罪魁 对西方人来说 每年的12月24日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 有点像中国的年三十 1980年的这一天 在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名叫 奥米勒的小村子里 一位89岁的老人 离开了人世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的离去 其实这个看似普通的老人 丝毫也不普通 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的著名军事将领 担任过德国海军元帅 第三帝国国家元首 武装部队统帅 被称为海上狼王的卡尔邓尼茨 1891年9月 卡尔邓尼茨出生在 柏林近郊的一个普鲁士贵族家中 他幼年丧母 父亲独自抚养着邓尼茨和他的哥哥 虽是贵族家庭 可到了邓尼茨父亲这一代 这个所谓的贵族 也只剩下了一个近似虚幻的光环 老邓尼茨仅仅是一名 普通的玻璃厂工程师 但他却极为重视教育 并注重身教为先 时刻以自身影响邓尼茨 不断向他灌输 为皇帝和祖国服务 是最高义务的思想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 邓尼茨读书极为用功 而且从小就对海洋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0年4月 邓尼茨高中毕业后 如愿以偿地加入了 德意志皇家海军 在弗伦斯堡 米尔维克海军学校学习 在这里 教官们不断地向邓尼茨灌输 作为一名德国海军军人的 道德要求 沉着冷静 诚实正直 坚决不做违背基本道德的事情 邓尼茨对他所受的 崇高思想道德教育深信不疑 并始终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直到后来 他当上海军元帅时还说 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 我们的最高使命在于完成任务 我们当中 谁也没有权利要求私人生活 对我们来说 问题是赢得这场战争 我们必须以狂热的现身精神 和最坚决的取胜意志来实现这一目标 足见这种道德对他的影响之深 邓尼茨加入德国海军以后 他是作为舰系随手 被分配到赫尔塔号巡洋舰服役 当时德国的海军有规定 舰系随手 你在训练期间 必须到舰上去烧 三个礼拜的锅炉 那么那个时候舰艇 他还是蒸汽动力 锅炉房既闷热造成又大 而且烧锅炉你要惨煤 本身又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 所以很多舰系随手 在这个三个礼拜期间 就都是偷奸耍滑 能躲的就躲 那么锅炉房的士兵也见怪不怪 但是邓尼茨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每天都非常认真的 做好分给他的每件事情 除非上级有命令 他绝对不私下逃开 而且和士兵一起抢到干活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 差不多上的军官身份了 所以舰系结束的时候 他的上级和他的战友 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 1912年秋天 邓尼茨呢 又以后补军官的身份 到这个布雷斯老巡洋舰去服役 那么有一天呢 德皇威廉尔茨到舰队去观看演习 按照演习的计划呢 布雷斯老呢 要拖的这个靶船向前进 邓尼茨呢 指挥一条小船 尾谁的靶船 他去抱靶 但是在行径的过程中 揽绳突然就缠住了 邓尼茨指挥的那个小船的螺旋甲 这样发动机就停止了运转 而这个时候呢 威廉尔茨的这个坐船呢 正在慢慢的使劲 眼看就要撞上了 这个时候 邓尼茨反应非常的快 他马上就脱摇衣服 嘴里咬着一把水手刀 跳到海里去 把这个缠住他螺旋甲的这个揽绳呢 给割断了 这样小船呢 就可以正常的行驶 避免了两条船的相撞 那威廉尔茨在船上呢 就是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所以对邓尼茨啊 非常的赞赏 说他是致勇双全 这是邓尼茨第一次进入到高层的私营 布雷斯劳浩服役的经历 对邓尼茨的一生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布雷斯劳浩是当时德国最新型的巡洋舰 在德国海军界占有取足轻重的地位 在邓尼茨被派往这艘巡洋舰服役之前 他曾担任过护送德国皇帝赴挪威旅行的任务 1912年11月 由于巴尔干战争爆发 布雷斯劳浩被调往地中海作战 邓尼茨跟随这艘战舰执行了不少任务 在这些任务的过程中 他经受了初步的锻炼 开阔了眼界 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布雷斯劳浩和另一艘巡洋舰戈戈本号一起 成功地避开了法国和英国强大的地中海舰队 抵达军事坦丁堡 驶入达达尼尔海峡 在此期间 邓尼茨被提升为海军中尉 这些海上实战经验 是邓尼茨初步学会了 如何在白天和黑夜实施水面作战 以及如何应付作战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1917年的时候 邓尼茨的工作岗位有了变动 应该说 这是一次影响他一生成就的变动 怎么回事呢 他被派到了潜艇部队 潜艇在那个时候看 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那可是新兴作战力量 邓尼茨是在U39号潜艇上 担任知识军官 他马上就喜欢上了 这个潜艇 那么 从世界范围来看呢 在所有的军兵种里啊 海军军官之间的 容较度 应该说是最高的 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而潜艇上的氛围 一般来讲呢 在海军里面又是最好的 因为大家都待在水下的一个 非常小的空间里面 同声共词 而当时担任U39号艇长的 这个福斯特曼 他当时的海军上尉 福斯特曼呢 又是一战期间最优秀的 潜艇指控官之一 那么在这样一个上级的领导之下 又在这么一个潜艇之上 所以邓尼茨啊 第一次感受到了 那种温暖儒家的感觉 他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以至于几十年后 他已经成为了高级将领了 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激动 他说啊 我们就像一个在大海深处 被隔绝的大家庭 这样潜艇上全体人员 就成了一个相依为命的集体 极少有比这更美妙的东西了 属于这个集体 是一种崇高的和无可比拟的经历 就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么1918年2月份呢 邓尼茨自己也当上了潜艇的艇长 他可以独立的指挥潜艇参加战斗了 潜艇虽然很小 但是呢 邓尼茨自己感觉到啊 他好像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 他说啊 我像国王一样的大权在务 不久之后呢 他指挥他的潜艇 闯入了意大利军港 奥古斯塔 那么因为这次行动呢 他获得了皇家斑发的骑士十字寻章 1918年10月4日 邓尼茨指挥U68号潜艇 在马尔他东部海域 执行袭击英国商船的任务 经过几天的艰苦航行与搜索之后 当日凌晨一时左右 邓尼茨终于在前往境中 发现了一支正从东面 驶向马尔他岛的庞大护航队书队 U68号 借着夜幕的掩护 来到了商船外侧送队的面前 在及时躲避了护航船制的发现之后 邓尼茨抓住时机发起攻击 仅以一枚鱼雷 就击沉敌方一艘数千吨的商船 邓尼茨对击沉一艘商船的战果并不满意 在水下等待天客之后 他下令潜艇浮出海面 全速追赶 以期在天亮之前再发起一次袭击 扩大潜艇的战果 然而当U68号追上船队时 天色已明 无法实施水面攻击 邓尼茨指得下令 将潜艇下潜到较浅的深度 伺机发动袭击 不料就在这时 潜艇突然失去控制 停手迅速下沉 倒栽进海里 邓尼茨指得命令 排空全部压在水柜 将潜艇浮出水面 等到潜艇浮出水面之后 邓尼茨打开指挥他的窗口 眼前的情景顿时令他目瞪口呆 他的U68号不偏不倚 正漂浮在英国护航运输队的中央 邓尼茨只好下令弃艇 和他的艇员们一起离开了U68号 邓尼茨和所属艇员 做了英国人的俘虏 舰上的英国指挥官握了握邓尼茨的手 幽默地说道 艇长咱们两清了 你击沉了我的一艘商船 现在我把你的潜艇击沉了 他号称海上狼王 是纳粹德国狼群战术的发明者 他一度所向披靡 让数百万吨盟军上船涌沉海底 他在第三帝国大厦江青之际 临危受命 但最终未能挽回败局 出众的军事才华 难以掩盖他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等待他的将是正义的审判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万字旗下的罪魁之邓尼茨 对于军人来说 最大的耻辱也许就是战败被俘 即便是在对战俘有着相对宽容态度的西方 当俘虏也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一心享有大成就的邓尼茨居然成了俘虏 这对他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不过事后证明这段屈辱的战俘生涯 恰恰是邓尼茨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沦为阶下囚的邓尼茨 很快摆脱了失败带来的奥会 除了分析潜艇失利的原因之外 邓尼茨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使潜艇 在未来的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潜艇曾取得过辉煌战果 但自从1917年英国采取护航制度后 德国潜艇的威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 商船队往往不再惧怕潜艇的威胁 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能安然抵达目的地 将大批物资运送回国内 U68号的命运和他自己的被俘 就是明显的例子 潜艇怎样才能在护航运输队面前有所作为呢 邓尼茨觉得 要对付有几十艘舰船组成的护航运输队 就必须把潜艇编成统一的作战群 让他们结群战斗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对付强大的护航兵力 突破护航的警戒目 大量击沉敌人的商船 而且同一时间发动攻击的潜艇数量越多 击沉敌船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邓尼茨在求是中长时间苦思冥想的成果 潜艇的狼群战术就这样产生了 二十多年后 当他把这一成果付诸实施的时候 辽阔的大西洋上掀起了一场令人胆寒的风暴 给盟国的军舰和商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战俘营里度过一年的战俘生涯以后呢 邓尼茨就带着他创造出来的狼群战术 在1919年的7月份被释放回国了 但是一战以后呢 德国被规定禁止拥有潜艇部队 这个对邓尼茨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甚至比被俘的打击还要重 他的很多战友呢 感到前途无望 都离开了海军 但是邓尼茨呢 还是坚持下来 从1920年到1934年 14年间呢 他换了很多的岗位 当过这个鱼雷亭的艇长 当过海军司令部的助理 还当过军舰的导航军官 当过鱼雷亭舰队的指挥官 还在海军的参谋处 当过处长 最后呢 还在水面舰艇 当过巡洋舰的舰长 就是说他离开过这个潜艇 但是呢 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海军 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 但是邓尼茨对潜艇的那种执着 始终没有放弃 1933年那一年呢 邓尼茨获得了德国总统新登堡 颁发的旅行奖学金 就在他远航的那段时间里呢 德国的政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就是希特勒上台了 这个时候呢 还远在海外的邓尼茨 还不知道呢 这个新上台的希特勒 将会在冥冥之中 改变他一生的命运走向 他寄给邓尼茨 带来了平补清云的好机会 同时呢 也把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35年的7月份 邓尼茨呢 借到了雷德尔 亲自传达的一项任命 免去他这个舰长的职务 委任他去重新组建 德国的潜艇部队 这下呢 邓尼茨算是如愿以偿 再一次回到了他 所钟爱的潜艇之上 海军总司令雷德尔 对邓尼茨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第一支潜艇支队成立后 还让他担任了支队的指挥官 这个职位 使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 来指挥潜艇部队的训练和作战 当初在英国战俘营里 苦思冥想出来的潜艇战术 如今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经过认真研究 邓尼茨得出结论 未来战争中 在德国海军的实力 远逊于英国海军的情况下 德军必须大量使用潜艇 对英国商船进行袭击战和吨位战 大量持续地袭击其商船 切断英国工业原料 和战争物资的生命线 迫使其屈服 按照他的集群战术思想 邓尼茨开始实践狼群战术 并确定了潜艇的侦察 运动攻击的战斗条令和战斗队形 他主张潜艇要进行近战 水面夜战和集群作战 并且改变了以往交战距离 保持一千米的规定 改为不论在水下 还是水面对敌实施攻击时 都应以六百米为准 1937年 狼群战术首次应用于演习 便大获成功 1937年秋天 德国呢 搞了一次非常大的演习 邓尼茨啊 在这一次演习中非常的强硬 他把他的指挥所 设在一个潜艇的窗户船上 然后用无线电来指挥波罗地下的潜艇战 当时他赋予潜艇的任务是 在公海上找到敌方的舰队和商船队 然后呢 集中力量进行攻击 演习的结果表明了 这个新战术啊 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 成效也非常好 而且之后啊 又搞了几次同样的演习 也证明了这个狼群战术的可信性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不久呢 邓尼茨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划 他的潜艇部队的第一次重大作战机会 那么他的目标呢 就选准了英国皇家舰队 在斯卡帕湾的这个驻地 也就是说呢 是对准了斯卡帕湾的军港 那么邓尼茨为什么把目标选择在这里呢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是因为这里是英国海军的主要击毙之一 你打击这里呢 既可以造成英国海军的重大损失 同时呢 在心理上也是对英国海军的一个成功打击 但是呢 选择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斯卡帕湾对德国来说 是一个耻辱的代名词 1918年德国舰队投降以后呢 就被拘禁了这个斯卡帕湾 而1919年6月21号 这些被拘禁的这个舰艇 全部在湾内自成 邓尼茨把潜艇新战术的第一次运用 选择在这里 就意味着他想报仇学耻 仿佛是一场潜艇战的轮回 当1939年10月13日夜里 英国斯卡帕湾港内战略舰皇家利勿号 被德国潜射鱼类击中 包括舰长在内的786名官兵 全部和舰艇一起葬身海底的时候 肯定会有人想起 几乎整整20年前 在那些同一个港湾内被迫沉下去的德国战舰 邓尼茨的战术在实战中获得了成功 他也因此荣升为海军少将 担任德国潜艇部队司令 皇家利勿号战略舰 被德国潜艇击沉的消息传来 刚刚上任的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 勃然大怒 表示一定要彻查此事 给英国民众一个交代 不久还要乘船前往斯卡帕湾亲自调查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两条邓尼茨派出的潜艇之狼 正悄然等待着他的到来 邓尼茨非常的精明 他料定皇家利勿号战略舰 被继承以后 在英国大张旗鼓地进行调查的时候 一定不会有人想到 德国还敢再次偷袭 所以他趁着英国人还没有醒过神来 又派出了两艘潜艇到奥克尼群岛以西 让他们在那潜伏待机 准备再次发动袭击 而邓尼茨前往斯卡帕湾的 这个乘坐的战略舰呢 就差一点成了他们的列务 10月30号上午 当邓尼茨的坐舰行驶到奥克尼群岛以西的时候 在这里潜伏的德国潜艇 很快就发现目标 而且呢 马上发射了这个三位鱼雷 也许是因为邓尼茨命好 这三位鱼雷呢 虽然都命中了目标 但是隐性都出了问题 没有一枚爆炸 那么邓尼茨可以算是死里逃生 但是呢 这件事啊 还是让邓尼茨下出了一身的冷汗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邓尼茨对潜艇的威力呢 有了清醒的认识 直到他后来又出任英国首相呢 他还心有余悸地对别人说 说在战争中 真正使我害怕的是潜艇的威胁 1940年7月12日 德国潜艇第一次正式使用狼群战术 攻击了大西洋上的一支英国护航编队 当时由八艘潜艇组成的狼群 正一字排开 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巡逻线 执行搜索商船的任务 位于最北端的潜艇首先发现目标 立即报告了指挥部 随后 邓尼茨立即派遣其他三艘潜艇赶赴此海域 始料未及的英国护航运输队 被打得七零八落 一搜索商船 得不到护卫舰的及时庇护 就像敌局的羔羊 任由海狼撕咬载盾 他号称海上狼王 是纳粹德国狼群战术的发明者 他一度所向披靡 让数百万吨盟军上船涌沉海底 他在第三帝国大厦江青之际 临危受命 但最终未能挽回败局 出众的军事才华 难以掩盖他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等待他的将是正义的审判 首次使用狼群战术 就大获全胜 邓尼茨心中十分得意 也进一步放开了手脚 此后几个月 狼群在大西洋上 更加耀武扬威 不可一世 给盟国 尤其是英国 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940年9月 德军截获了一份无限电报 提前好几天 获悉了一支来自北美的运输队 与英国本土护航兵力的会合地点 机会难得 邓尼茨立刻派出四艘潜艇 在大西洋边缘 护航船队的必经之地 寻找上船 9月10日 盟国船队果然如期而至 等候已久的德国潜艇 仿佛真的是饥饿的狼群 突然见到了猎物 已经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 这一天虽然海上巨浪滔天 最高峰里达到八级 给潜艇的攻击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但潜艇仍然一举击沉了 五艘英国商船 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十天后 参加此次行动的潜艇之一 又发现了另一群猎物 一支来自北美的英国护航运输队 由于此时 该艇的鱼雷已经告尽 艇长立即通知了附近的 几艘潜艇 9月21日至22日夜 五艘德国潜艇 集体对这支毫无防备的运输队 发起猛烈攻击 共击沉商船11艘 击商一艘 要不是个体鱼雷均以不足 战果恐怕还不止这些 10月 邓尼茨指挥8艘德国潜艇 取得了一举击沉 英国舰船63艘 总吨位打35万2507吨 这对英国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它大大减少了英国舰船总吨位 但邓尼茨对此并不满意 他认为要想取得对英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在作战区同时参战的潜艇 就不能只有8艘 而至少是100艘 但是令邓尼茨感到遗憾的是 希特勒对这场海战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的 他不像英国的政府和军队的那些首脑门那样 对大西洋战役有得清醒的认识 在这方面 邓尼茨认为 希特勒甚至还不如英国的普通民众 可以说 希特勒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陆地 邓尼茨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 而且他也想集中一切力量 尽快地打造潜艇这把利箭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影响希特勒的事情 邓尼茨作为德国潜艇部队的司令 他是合格的 也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在纳粹高层对海军 尤其是对潜艇部队认识不足的情况下 1940年到1942年的三连终 邓尼茨 他指挥的德国潜艇 还是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战绩 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英国的舰艇 邓尼茨还不断地改进他的狼军战术 他让海军的远程搜索机构 报告对方的船只 而且利用无线电来指挥他的狼群 去攻击这些目标 同时各个潜艇群 还攻击对方的护航船只 让他陷入混乱以后 再去攻击其他的船只 所以一时之间 盟军对邓尼茨麾下的狼群 感到是诉说无测 到1943年3月 邓尼茨想办法从德国空军援 在格林首里 要来了一支空军连队以后 他的成功达到了顶峰 因为这支连队 使得潜艇部队的侦察力量 大大加强 德国的潜艇部队 在20天内 击沉的敌舰的吨位 达到了75万吨 后来一位英国的史学家 曾经回忆说 说当时虽然没有一个英国人 愿意承认 但是呢 他们都预感到英国的失败 已经是难以避免了 1943年1月中旬 素与希特勒不合的 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 因在大型战舰的问题上 再次与希特勒发生分歧 雷德尔给邓尼茨打电话 告诉他自己打算辞职 准备提议让邓尼茨 作为他的继任人 担任海军总司令 邓尼茨感到非常意外 他根本没有想到 雷德尔元帅会有辞职的打算 当时希特勒 对德军的大型战舰的战果 并不满意 他认为这些简直 失去了应有的军事价值 于是命令大型简直退役 雷德尔元帅 对这项命令坚决反对 并不惜以辞职想要挟 没想到希特勒居然同意了 雷德尔辞职之前对希特勒说 如果想强调潜艇部队 目前对你来说是居于守卫的话 那么选择邓尼茨 是完全合理的 希特勒经过考虑之后 1943年1月30日 正式任命邓尼茨为第三帝国海军司令 雷德尔的推荐和希特勒的任命呢 可以说是对邓尼茨 以及他的潜艇部队所取得的战绩的一个充分的肯定 实际上当时啊 可以作为海军元帅候选人的还有一个 就是卡尔斯海军大将 这个卡尔斯呢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 他早在1940年呢 就被授予大将军险 而且呢 他的海战经验呢 比邓尼茨还要丰富 应该说从资历上来看呢 他更合适啊 担任这个海军的最高职务 但是希特勒最终还是选择了邓尼茨 这就说明了邓尼茨狼军战术啊 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呢 确实给希特勒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希特勒呢 或许认为啊 邓尼茨是潜艇部队的司令 所以呢 在大型水面战舰推议这个问题上 他应该不会出来反对啊 可能会支持希特勒的想法 但是让希特勒感到失望和意外的是呢 邓尼茨并没有立刻接受 这个希特勒的这个观点 他反而和雷德尔一样 认为大型战舰不应该推议 甚至还要求希特勒呢 撤销这个命令 不过这一次呢 轮到邓尼茨意外了 因为希特勒居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个撤销了他已经发出的 要求大型战舰推议的这个命令 这个呢 就再一次证明了 邓尼茨 他是受到希特勒的高度信任 希特勒对于邓尼茨下一步的这个作战呢 是寄予厚望 1943年3月底 英国航空母舰开始服役 航母的出现填补了北大西洋海面上空的力量 大西洋上航行的护航运输队从此就可以始终处于飞机的保护之下了 与此同时 盟军还将护卫舰变成一个个独立的支援队 每个支援队由四到六艘护卫舰组成 他们与航母一样都是对付潜艇的有力工具 此外 为了彻底制服邓尼茨的狼群 英国海军还为大西洋战役投入了大量的超远程轰炸机 在这些飞机及其参战的飞机上 装备了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天气情况下都可以发现潜艇 并能引导飞机对潜艇实施攻击的雷达 这样到了1943年5月 德国的潜艇战很快便面临着崩溃的局面 尽管德国的潜艇战已经穷途陌路了 尽量崩溃了 但是邓尼茨本人却没有受到希特勒的责怪 有一次他们德国的高层开一个大规模的行事分析会 有人就跟希特勒报告 说德国一艘重要的游船在达达尼亚海峡被英国的潜艇击沉了 希特勒就当场就怒了 说英国的潜艇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我们的潜艇在直波罗托海峡却一无所获 当时邓尼茨也在场 那么面对希特勒的这个批评呢 他立刻站起来用强硬的口气回答说 说我们的潜艇必须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作战 如果我们的潜艇也能像英国的潜艇那样 在达达尼亚海峡 如如无人之境 那么他们肯定也能取得同样的战略 我派往直波罗托海峡的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潜艇艇长 他们比英国人要能干得多 实际上邓尼茨的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之所以德国的潜艇目前毫无建树 主要的原因不在潜艇 而是希特勒不重视海军装备的发展 导致了德军的潜艇只能弹大独重 不能发挥海军的综合优势 那么希特勒听了邓尼茨的这番话以后呢 也感到非常的尴尬 而邓尼茨对希特勒的批评呢 也非常恼火当时呢场面有点冷 但是会议结束以后呢 希特勒反而又亲自邀请邓尼茨一起跟他用餐 而且打这以后呢 希特勒再也没有干预过海军的事情 甚至当其他人向他提出 对海军的一些建议和要求的时候 他还主动的会为邓尼茨进行开拓 为了遏制德国失败的颓势 1945年德国研制出一种新型潜艇 这种潜艇非常先进 盟国在技术上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防御 但当时德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战局的控制 盟军正义潮水般的攻势向德军进攻 德国陆上部队节节败退 早已没有还手之力 整个战争败局已经注定 即使他的潜艇有了在海战场取胜的实力 也是鼓掌难鸣 德国也不可能仅凭几艘潜艇 挽回整场战争的失败 同时自1945年1月起 由于苏联开始向纳粹德国东部发起进攻 德国海军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 邓尼茨不得不将兵员 武器和弹药等运向波罗的海东线 再把伤员和难民运回到西部 此外为了帮助解决陆上兵力不足的问题 他甚至还不得不把大批海军人员 派到陆上参加对苏作战 这样也就使得利用新型潜艇 展开大规模海战成了炮营 实际上早在1944年 面对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德军的节节败退 邓尼茨就已经明白 德国已经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希望了 那么对邓尼茨来说 尽最大的可能来拖延全面投降的时间 这是他唯一能够争取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历史的潮流面前呢 邓尼茨的这个个人努力也只不过是唐碧党车 在1945年4月20号 这是希特勒医生中最后一个生日 就在这一天呢 邓尼茨接到命令 去希特勒的那个地下室 做李基辛的拜访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 十天之后呢 邓尼茨就收到一份电报 任命他为帝国元首 邓尼茨对于这个任命当然感到十分的意外 因为希特勒之前从来没跟他提起过 说要把他当作继承人 甚至连任何的暗示都没有 包括十天之前的那个最后一次见面 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 邓尼茨此时虽以贵为元首 但他接到的是一个已经崩溃的烂摊子 柏林已经被重重包围 5月7日邓尼茨下令德国无条件投降 半个月后邓尼茨被盟军逮捕 第二年10月 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 邓尼茨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十年的牢狱生涯 并没有使邓尼茨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 进行深刻反省 他在所著的十年和二十天艺术中 对自己的行为极力辩护 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级命令的职业军人 对自己被判十年同行始终耿耿于怀 至死仍表示不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一共投入潜艇1162艘 被盟军击沉784艘 2.8万名艇员在战争中阵亡 伤亡率高达85% 同时也给盟军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即英国海军阵亡人数就超过了7万人 其中大部分是在于潜艇的作战中牺牲 因此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邓尼茨的军事才华 但同样任何人也无法抹去邓尼茨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 是他毫不手软地下令攻击 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伤船 是他以救援行动不符合消灭敌人的原则为由 公然下令停止救援被击沉船只上的所有落水人员 这些鲜活的生命一个又一个在他的手中葬送 他何以能至死不服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 严兵计从极力追炮 他是一位极端的法西斯分子 参与了纳索几乎所有战争计划的指定 他是助纣为虐 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暴徒 所谓的忠诚 最终把他送上目归录 百战经典典系列节目 万分析下的最佩之 约可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 全面速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